迷猴站在教授車頂上 頭髮灰白的大學教授 先拿掃把敲地板 沒想到猴子只衝而來 教授心急拿掃把不斷狂帥 猴子立刻躲進樹頭 過程全被學生拍下 後來教授走過來 慢慢走進 然後直接打開車門 但是猴子會凶他 然後他就會怕 一開始先拿石頭要嚇他 但他沒有要丟他的意 什麼意思 什麼啦 一旁的學生目睹全程 其實在更早之前 猴子就扒著車門不放 教授先拿石頭嚇嚇他 但根本沒辦法靠近車輛 最後才選擇拿掃把 高舉過頭頂繞圈圈去幹 其實那隻猴子真的是 已經在那邊很久了 所以他也不會怕人 蠻囂張的 喝足啊或是會 不過就是有時候也是會 喝一些東西他們朝一跑 那你們現在 然後威嚇一下 感覺也有一定的年紀 可是他的筋骨非常的好 對 就是蠻厲害的 學生都忍不住開玩笑 教授筋骨太靈活 可能連五時間都開了 教授大戰彌猴的地點 就在高雄中山大學 驅趕猴子的影片 吸引超過十萬網友觀看 一般來說 我們不太需要用棍棒或掃把去驅趕他 你不要直視他的眼睛 直接走過去開車門發動車子 動作迅速即可 但當時猴子先出現攻擊行為 看到教授背著黑色後背包 猴子很可能認為裡面有食物才想搶多 教授因此反擊 還好後來成功化解虛精一場 TVBS新聞林一邦李佔生 宋家軍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